第二章 探究为何绝大多数基督徒如此缺乏基督教的圣洁和敬虔 现在我们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连好人的生活也如此令人奇怪地违背基督教原则呢? 但在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首先探讨另一个问题 为何爆粗口这一恶行在基督徒当中如此普遍? 确实 这种恶行在妇女中不如在男人中那么普遍 但在男人中 这个罪极其普遍 三分之二以上的男人一生中都犯过此罪 只是有些人习以为常 有些人则偶尔为之 那么我问 何以三分之二的男人都如此粗鄙无理和亵渎上帝? 我们不能用无知或软弱为此辩护 因为这种行为直接触犯了上帝明确的诫命 和我们伟大救主最明白无误的教义 只要您找出多数男人长期纵容这种恶习的原因 您就会知道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好人的生活 如此违背基督教原则 无理之词如此普遍的原因在于 男人不愿意凡事都讨上帝喜悦 因为如果一个男人足够敬钱 平时愿意凡事都讨上帝喜悦 并以此为世上最幸福 最美好之事 那他就再也不会讲脏话了 要是他感觉自己心里有这种意愿 就根本不可能说脏话 正如一个愿意讨国王欢心的仆人 不可能走上前来当面辱骂国王 显然 具有这种真诚意愿 仅是基督徒敬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小部分 如果一个人连这点骑马的敬钱都不具备 就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基督的门徒 然而 正是因为连这点骑马的敬钱都没有 所以您看见人们的生活夹杂各种罪恶和愚望 连好人也是如此 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意愿 所以您看见男人嘴上宣告自己信仰基督教 生活中却脏话连篇 放纵情欲 正因为缺乏这种意愿 所以您看见神职人员沉溺于骄傲 贪婪和世俗的享乐 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意愿 所以您看见妇女嘴上宣告敬钱 心里装得却是愚望和虚荣 只知道梳妆打扮 整天游手好闲 追求享乐 把财富尽数浪费于各种奢侈的排场 因为妇女只要内心充满这种敬钱意愿 她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浓妆艳抹 正如敬钱的男人不可能诅咒 辱骂别人 妇女只要内心有这种敬钱意愿 她就再也不想在舞会中炫耀自己 或在穿着华丽的众人当中 坦胸露乳 抛头露面 正如不愿用粗俗的舞蹈取悦男人 因为她知道 二者都没有智慧、美德 都是缺乏基督徒灵性的表现 正是这种普遍的意愿 使早期基督徒成为圣徒的榜牙 并造就了真信徒的神圣团契 以及由历史历代殉道者 和任信基督徒组成的荣耀大军 若您眼眷反思自己 为何不如早期基督徒虔诚 那么您自己的良心会告诉您 原因既非无知亦非无能 而纯粹是因为 您从未真正愿意 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您和早期基督徒一样 参加主日崇拜 并且和他们一样 严格遵守公共崇拜的规矩 那是因为您有这个意愿 只要您愿意 平时和他们一样敬钱 只要您愿意 凡事讨上帝喜悦 您就会发现这不难做到 正如您现在可以恪守教会礼拜 当您愿意凡事讨上帝喜悦 并以此为世上最幸福 最美好之事的时候 您就会发现自己极其厌恶 生活中一切空虚庸俗的事 不论是工作还是消遣 正如您现在本能地厌弃一切 公然亵渎上帝的事 您会害怕过愚蠢的生活 不论是愚昧地浪费时间 还是无谓地浪费金钱 正如您现在担心 错过公共崇拜一样 那么 缺乏这种普遍惩治意愿之人 怎能称为基督徒 然而 如果基督徒有这种意愿 全世界的面貌都会焕然一新 真正的敬钱和高超的圣洁 将无处不见 就好像贸易活动 或其他日常事物 一样普遍 只要神职人员能如此敬钱 言谈举止会显得好像 他是使徒待大的 他再也不会惦记和谈论升迁的事情 正如他不在乎山珍海味 或漂亮车马 他再也不会抱怨遭遇世人白眼 薪水太少或缺乏资助 正如他不抱怨自己没有乡边的外套 或昂贵的马匹 只要他愿意凡事讨上帝喜悦 并以此为世上最幸福 最美好之事 他就会知道 对神职人员而言 没有什么比一颗渴望拯救灵魂的赤子之心 更加令人敬仰 也没有什么比碌碌无为 和平庸俗气更加令人鄙视 只要生意人有这样的意愿 这会使他变成店铺中的圣人 他每日的操劳将充满智慧和理性 因他的所作所为无不顺服上帝旨意 讨上帝喜悦 成为圣洁 献给上帝 他要买卖 劳作 远行 因为这样能使自己和别人受益 但既然唯独智慧 理性 圣洁之事 才能讨上帝喜悦 因而他务必让自己操劳的方式和目的闪耀智慧 理性和圣洁的光辉 所以他不会考虑什么手艺 方法 技术能最迅速地发家致富 让自己超过弟兄 或在最短时间内使他脱离手工作坊 提升至高贵的地位 足以享受人生 不 他会考虑什么手艺 方法 技术 才能使世俗的工作蒙上帝悦纳 如何才能使经商生活成为圣洁 奉献和敬钱的人生 只要人愿意凡事讨上帝喜悦 并以此为世上最幸福 最美好之事 那么这种精神将成为美味生意人的性情 他不可能缺乏敬钱 另一方面 凡在经商和世俗工作中 缺乏这种精神和性情 并且工作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智慧 圣洁和属天生活的人 他必定没有这种凡事讨上帝喜悦的意愿 而没有这样的意愿 谁能显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再如 出身高贵的身世 只要有这样的意愿 您会看见他离弃种种恶行 转而操练各种敬钱和良善之事 他不会生活散漫 或随从庸俗肤浅的喜好 因为他知道 唯有智慧规矩的人生 才能讨上帝喜悦 他不再懒惰放纵 打猎赌博 奢侈享乐 铺张浪费 因为这些事情不合乎敬钱和圣洁之道 与智慧虔诚的人生格格不入 他一面脱离这些恶行 一面渴慕和追求种种良善之事 他不再问什么事情 是可以得到允许和宽恕的 而是问什么事情 可以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他不再问上帝会不会原谅 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欲望行为 疯狂享乐 虚荣浪费 大摆排场和漫不经心的浪费生命 不 他问上帝喜悦什么事情 什么才是蒙恩正道 他不再问寡妇孤儿 生病的和坐监的人 急需救济时 我们囤积钱财 穿戴钻石 以及给马车镶金边 是否能得到宽恕 不 他问上帝给了我们哪些行善之责 我们是否会因一气弱者 而在末日审判时无法交差 他不妄自揣测上帝是否宽恕恶人 他要殷勤行善 因为他知道上帝必定奖赏一人 因此 他不以其他基督徒的生活为榜样 从中思想自己应该如何花钱 而是在圣经里寻找自己的榜样 用每条与富人有关的教义 比喻 告诫和指示来约束自己 善用财富 他对华福贵士毫无兴趣 因为福音书中的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却在地狱中饱受煎熬 尽管敬钱之人有钱享受奢侈 但他舍弃艳乐 因为我们伟大的救主说 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论道行善 他只有一个准则 把所有财富都用来帮停济困 因为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说 凡如此给人的 必照样给他 他不为有钱有势的人大摆言习 用美食纯酒取悦他们 因为我们伟大的救主说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属和富足的邻舍 恐怕他们也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设言习 倒要请那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 到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他不把钱浪费于凋梁化洞和精美家具 也不追求昂贵排场和各种享乐 因为圣灵感动使徒说 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万不可以为这种人爱 不过是天真的幻想 想法虽美 却不能付诸实施 不 这种生活方式 绝非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为从前许许多多基督徒 都甘心乐意地捐献 全部财富 用于慈善 如今也是 只要任何基督徒 愿意凡事讨上必喜悦 并以此为世上最幸福 最美好之事 不论男女老幼 单身已婚 只要他们有这样的意愿 必定能够如此行 这一原则 必将带他们登上仁爱之巅峰 并且他们会发现自己不能不那样去做 因为如果一个人决心在财富上讨上帝喜悦 并且他这样做是因为断定慈乃人生智性 那么有如此心智的人 怎能在慈善工作和高尚事业 急需资助时挥霍金钱购买奢侈品 为自己添购不必要的精美装饰 并且为车马镀金相淫呢 正如一个人若真心用言语讨上帝喜悦 就不可能在众人面前 故意无理和撒谎 同理 承愿在财富上讨上帝喜悦的人 也不可能毫无理智地故意浪费钱财 我用意愿来解释基督徒的生活 为何缺乏金钱 因为这时整个问题变得十分清楚 任何有头脑的人 只要审视自己内心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并感同身受 正如仆人最清楚自己是否忠于主人 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了解自己 是否愿意凡事都讨上帝喜悦 同样 每个人最明白自己如何处置金钱 花钱是否首先考虑讨上帝喜悦 正如他最清楚自己的财富是什么 是金钱还是土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人不能以无知软弱为自己开脱 因为每个人对此都有充足的认识和能力 任何真想在财富上讨上帝喜悦的人 绝不可能有心无力 除非他根本不是基督徒 假设您看见两个人 一人遵守公共崇拜和思导的规矩 另一人则不遵守 两者有别的原因不在于一人能按时祷告另一人不能 而在于一人愿意通过祷告来讨上帝喜悦 而另一人不愿 祷告如此 使用时间和金钱亦然 您看见一个人在贪食 好睡和无所事事中浪费光阴 整日游玩 把钱浪费在最无聊的事情上 另一个人每天谨慎度日 按照理性和宗教的准则来安排时间 把钱用在慈善工作上 两者的区别不是一个能够这样做 但另一个不能 而在于一个人愿意正确利用所有时间和金钱来讨上帝喜悦 另一个人则没有这种意愿 所以让我们认真地判断自己 让我们不要因荒唐的生活方式而沾沾自喜 把钱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东西上 愚望的消遣 骄傲的习惯 游手好闲 浪费时间 以为人性的弱点必然导致我们不够完全 以为这一切不过是人性弱点的表现而已 不 我们要知道 平时生活中一切混乱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督徒的心灵 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凡释讨上帝喜悦 并以此为世上最幸福 最美好之事 因此 我们绝不能以为自己尽管不够 完全却与众人无异 以为自己情有可原 不 我们当以为自己缺乏基督教最重要 最起码的原则 愿意凡事讨上帝喜悦 如果任何人问自己 为何他缺乏节制 不谦卑 不恪守仁爱之道 不珍惜时间 他自己的良心会告诉他 这是因为他从来不愿意严格地履行这些责任 因为只要我们有充足的意愿 就能遵守这些日常生活的准则 正如任何人只要愿意 就能按时祷告 因此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 我们虽愿意成为良善 变得完全 却由于生来软弱而达不到 真正问题在于 我们不够敬钱 不愿意竭尽全力行善 不愿意凡事都讨上帝喜悦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 男人本来该去教会礼拜 却跑去打猎 不是因为他不能去教会 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去教会 众人的愚望都是如此 妇女荒废时间 浪费金钱和追逐世俗潮流 原因不是他不能按照智慧和敬钱的方式 管理好时间 金钱 而在于他不愿意 当他由衷感到自己有这种意愿时 就会发现手速安长并非难事 因为他乐意如此 这一教义绝不意味着 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就能成为圣洁 也不意味着我们成为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 它仅仅意味着 因为我们不愿意凡事讨上帝喜悦 因为我们缺乏这种惩治意愿 所以我们的生活如此堕落混乱 尽管普通的蒙恩之道足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些出格的行为 它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蒙恩的地位如此不相称 原因在于我们不愿意达到完全 这一教义仅教导我们 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真正的致死、老我和舍己 看不见大仁爱 看不见发自内心的谦卑 看不见崇高的情感 看不见真正的清看世界 看不见基督徒的温柔 看不见热心行善 看不见大敬虔 这一切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想彰显美德 不愿荣耀上帝 看不见